因為我剛剛收了幾個袋 我很喜歡的 我不喜歡的 我不會介紹的 價錢也不貴 這是西班牙的東西 遲些會導致給各位朋友 推介 我本人很喜歡一個西班牙袋的牌子 絕對防水丟到海裡都可以的 我會遲些再說 我明天就會介紹幾款袋 就是我之前說過 其實是MIHK也介紹過 但是就做得一般的 那幾款袋是西班牙的袋 也不貴 大的背包都是七八百元 小的袋子的包裝都是三四百元 是完全防水的 丟到海中心 搞得清楚 不是好像老師一樣 是真真正正的放電腦在背包裏 因為我有些工友 做地盤那些 他給我買了 你知道我多飯了 他們怎樣呢 第一 他的Density很高 密度很高 那個Strip 那條袋 那個力很好 變成放了那些駕鑽進去 他不會說 兩個東西都扯爛了 做完又在地盤開完工 怎樣呢 找到水後 就扔掉那些袋子 那就乾淨淨淨 抹乾淨淨 你知道現在地盤不同 以前 他們乾淨淨淨出來 有幾百元 老實說 一百幾十元的淘寶 但是呢 是否很用Quality是好的呢 我明天會介紹西班牙的牌子 最重要的是 他的代理都是我們的旅遊記 起碼我們要支持一下 本地人 本土人支持本土 還有西班牙袋 有些朋友問我們 你說那些袋子 西班牙袋怎樣 其實呢 明天我看看能否準備到 因為那些企業給我的片 或者照片 我不是很滿意 那些照片我可以自己做到 那明天沒辦法 我們就像三毫子小姐那樣 拿出來這樣 展示給你們看 其實那些袋子就是在他面前 我相似帶 其實有幾個朋友都問過 我自己都喜歡的 如果你說 其實這樣說 我好不好都會說 那些企業聽見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如果你不是放很重的東西 夏天我就覺得大家 不一定要用這隻袋子 為什麼呢 他可能會比較重 因為他的密度高 他的輔助力很強 因為人家本身的設計 是真的讓人出去 做一些冒險、探險 行山、下水 當然 平常的日常生活 有很多行山、下水 但是我們一般 就做操工的朋友 或者不要說操工 或者上學 是很多書很重的 因為現在的書包 我不知道中學生 是比較輕的 小學說蠢的 小學說蠢的 那些朋友就真的要留意這袋子 因為這袋子除了他的負 就是負債量高 也都英俊的 簡單來說 很時尚 而且 最重要的是 防水 絕對是100% 是100%防水 連拉鍊位裡面也進不了水 我們試過了 意思是 扔到海裡面也可以 不是賺水 這件事是值得推介 也是講來講幾百元的 明天他們會說這個袋子